手机掉了 要怎么样物归原主呢 靠科技可以打心理战 基隆有一对流行夫妻 太太发现刚买的iPhone4手机掉了 他就赶快报警处理 而这个时候先生就想起来 他跟太太的手机都有卫星定位 所以透过了这个追踪系统 找到手机移动的位置 他们是先发出简讯说 已经报警了 而且人就在附近 最后捡到的人才接听了电话 也说会把这手机送到派出所 8号下午一对年轻的夫妻 带着小孩走进派出所 两个人看起来非常紧张 因为太太刚买的iPhone手机 竟然掉了 这两只iPhone可以设定 可以卫星定位 他们一直在看 他手上的iPhone的相关位置 虽然手机掉了 但因为两人的手机 都有下载卫星定位软体 刘先生透过网络查询 马上发现太太的手机还在附近 但不管怎么打电话 对方就是不肯回应 只要找警方帮忙 不过远警跑到定位系统 显示的公园 却没发现任何民众 刘先生只要继续传简讯给对方 表明已经报警 才获得回应 价值将近三万元的手机 能够失而复得 让刘先生一家人好开心 因为从来没想到 手机的卫星定位软体 也能发挥另类功能 找回遗失的手机